英國新任外相齊詹明繼承前任對中國的強硬態度 在一次演講中表示英國是會捍衛主權及經濟安全 不會無視中國境內發生的鎮壓 齊詹明說中國可以選擇他要走的方向 但英國會捍衛自己及夥伴的主權及經濟安全 他還表示不論任何地方發生鎮壓 英國政府都不會視而不見 被視為對中國有強硬態度的前任英國外相卓慧斯 升任首相之後提拔齊詹明為外相 9月初上任的齊詹明近日出訪亞洲多國 在訪問日本及南韓然後到訪新加坡 並在英國智庫米爾肯研究所主辦的亞洲論壇發表演講 展述英國對於印太地區的戰略思維 齊詹明在演講中五次突到中國 並且說他向印太地區演講不可能不提到中國 他表示他很高興上星期在紐約和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見面 表示溝通十分重要尤其是雙方有分歧的時候 其詹明還表示中國在全球有重要的角色 以及帶動經濟增長令到數百萬人脫貧 但在他一生當中觀察中國的經驗裏面 當中國脫離全球秩序及批凡 與與俄羅斯般具侵略性的國家走在一起 中國的國際地位就會受損